那我今天要藉由三件 议题跟大家分享 然后请大家稍微去认识它 然后我认为它该被预防的 那我们要认识第一个并发症 就叫做疫网症候群 那在座各位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还是说发生在你身上 那其实有一个统句蛮有趣的啦 它发生率 有些研究说只有6% 有些高达72% 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每次看到一些paper在写说 那种统计数据啊 range是很大的啊 那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因为它绝对不是跟发生率有关 它一定跟破坏有关 还有各位的筋骨 你的照顾有关 一个一样的扩清 栽了10颗 为什么这个人会产生疫网症候群 这个人不会 那一定有其他因素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其他因素去除掉 你可能就是会落在比较不会产生这个症候群的一个病人 那什么叫疫网症候群 简单讲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会在你的腋下这个地方的筋膜 淋巴管这边产生一个调锁状 我们叫coding现象 那严重的话会延伸到你的手腕 大拇指经过手肘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病人 他是做 他不是做乳癌手术 他是做一个腋下的腹乳手术 开完之后 在我们中山医院开的 之后他的疫网症候群 严重到 不单单是举不到90度 他的手肘没办法打直 很严重 影响到他的整个手的功能了 那这个现象就代表说 他破坏的地方 刚好在腋下的淋巴结 还有筋膜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患者特别严重 就是我讲那个原因的 原来这个患者 他有先天的脊椎侧腕 脊椎还去开过刀 把他的脊椎矫正 结果他的胸腔肩板这边的筋膜 特别僵硬 跟柔软度不好 所以他的疫网症候群 就比别人严重 所以我要分享的就是说 原来疫网症候群 大家开这个刀 破坏到你的腋下网路的 这边淋巴结之后 原来是可以预防的 原来跟你的筋骨 跟你这边的柔软度 还有你这边的淋巴的通畅度 的筋膜的顺畅度 是有相关的 所以应该这么说 所有有开淋巴 扩清手术的病人 你都会疫网症候群 你都会有阻塞 但是你应该尽量去避免 去照顾这个开刀后的一些状况 来减少这个疫网症候群 所以 它会产生你的腋下疼痛 角度受限 这样子的问题 那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 乳癌术后的一个疼痛的问题 其实啊 疫网症候群 反而是第一名 术后的 一到八周左右 是会困扰你的 而且你会发现奇怪 腋下怎么脏脏痛痛 有时候会跟你说 可能是伤口的关系 或怎么样 其实跟这件事情有关 所以包括筋膜炎 局部感染 神经痛 肌肉疼痛 甚至碗隧道症候群 甚至有严重的 一个带钻性炮疹 都可能在你术后产生的一个疼痛议题 可是 疫网症候群 是一个不可轻护的疼痛问题 那我们在临床上复健科 如果说 当你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有一些帮忙的方式了 那原则上 这一只手 不要做太多的治疗 尤其手术后 太多的破坏 或者是侵入式治疗 我们待会再讲为什么 那原则上 我们会用比较 不破坏性的 放松型的 把你的筋膜 或者你的疼痛抑制 我们用一些 所谓的筋疲电磁机器 把你的神经抑制 然后降低疼痛 痛的状况 其实针对你术后的一些症状 是可以有帮助的